我是喊娘先生 你的排隊就是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的是 凱撒路的克制關係 那我們要講的英雄呢 其實會有一點多 但比較難出現場上的 我們就先不要去講他們 那基本上凱撒路呢 沒有絕對的T0的英雄 那凱撒路看的是Counter 然後是後期帶線 團戰的整體表現 來判斷這隻角色到底好不好用 現在呢比較廣泛的英雄 有 這幾隻凱撒路英雄是 比較整體表現都很不錯的英雄 那也都互相克制了Counter特性 他們就是 像神奇寶貝一樣 火系克草系 然後水系克火系這樣子 那奇遇沒有提到的凱撒路英雄呢 就是我認為比較不實用的 因為 可能有的打線很不錯 然後我沒有提到他 但是因為他 團戰起的作用真的不大 或是他後期呢 根本沒有辦法去帶線 那 戰尼爾跟麥克斯這兩個角色呢 我們要特地講他們兩個 這兩個角色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他們是屬於功能性的邊線 戰尼爾或麥克斯都會被拿去打輔助 那也是有他們一定的能力在啦 那打線來講 戰尼爾基本上沒有在贏的 但是麥克斯打線 有時候是可以打贏一些英雄 但是呢 後期帶線的問題就是 比較好抓他 就是單挑比較弱一點 全球流的英雄呢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自己的一個觀念 那如果你們這個有興趣想要聽 全球流英雄的觀念是什麼 我會在後面幾部提到全球流的觀念 留言打全球流加一 再來我們直接進入正題 我們來講 艾里 艾里這角色呢 比較怕的是 諾克斯 羽布 夜叉 或是 玩得極致厲害的 弗洛倫 那基本上我玩艾里的時候 最怕是 自己的失誤 或是 沒有抓好進場退場啊 才會不好打 那因為這角色 真的是不管團戰帶線打團 他都有一個一流的水準 那操作難度也沒有到佛倫那麼高 那只要清楚知道自己的技能底線在哪裡 那比較要注意的是 諾克斯 諾克斯拉的時候 開大是沒有辦法解掉的 因為有時候艾里你在進場的時候 你被拉到你還按大 其實是完全解不到諾克斯的大 那你這樣被拖進戰場中間 反而呢 你自己太危險 雖然有人會說 可能 我們帶清醒不就好了嗎 但對艾里來說呢 要帶到清醒其實是很虧的 因為 要120秒 我們才有辦法解一次諾克斯的大 那 平常團戰 我們又失去了瞬移抓人的價值 我們靈活性下降了不少 所以我還是不推薦用清醒來打 打諾克斯呢 你只要注意 不要把你的位移全交了 你就慢慢的玩他 後期你慢慢玩諾克斯 一定可以把他玩死 但是 前面團戰或是後期團戰 你一定要注意 真的不要被他拉到 被拉到你艾里基本上被拉進去就廢了 那再來是呂布 呂布前期呢 就有辦法打艾里 應該說到艾里出完拘魂以前啊 其實呂布都是 很好打艾里的 那就算出完拘魂 也不會到沒有辦法抗衡 也不會到被他壓爆 所以完全 艾里不會壓到呂布 那呂布呢 可以有優先先手的權利 那後期代謝呢 他也不用怕被艾里秒掉 甚至 後期的艾里 也不太一定 絕對可以打得贏呂布 因為呂布的吸血率 大家都知道 就算被拘魂 還是蠻高的 那 沒有辦法秒殺他 後期代謝又多帶了一個打野的話 那這樣子 其實呢 這兩隻抗衡關係呢 我估計啦 呂布大概是6 艾里大概是4 接下來是夜叉 那夜叉 能打贏艾里的地方呢 不是在對線 也不是在他團戰怎麼樣 夜叉這角色 在代線上面 他速度是不輸給艾里的 然後加上 如果今天夜叉聰明點一直繞人 就是說 欸 中路來幫我下 他來幫我下 我4等綁那個艾里 我們直接把他一波帶走 艾里就會非常的痛苦 因為前期艾里沒有裝備 他沒有反手能力 被綁到插到 GG 開大也解不掉 怎麼樣都解不掉這個夜叉大 那就只能等死 所以以上這幾隻呢 就是 艾里比較怕的英雄 那諾克西 呂布 野叉 玩得極致厲害的佛倫 那 這幾隻呢 不一定到絕對可以把艾里給打爆 因為艾里這角色 他就是 比較怕自己嘛 所以玩得好 有時候還是有機會把這些 Counter關係逆轉過來 嘿嘿嘿 那再來是佛洛倫 那佛洛倫這角色呢 玩得好 基本上 比較少對手 因為這一棒被調的 他的 接技啊什麼的 被調太漂亮了 太爽了 太快了 根本就沒辦法扁他 但是呢 在 這個 是在這個佛洛倫 是一個超級佛洛倫的前提下 一定 有佛洛倫是手感不好的時候 那手感不好的時候 最怕遇到哪些英雄 小青 艾里 安格列 跟艾羅 那為什麼佛洛倫不喜歡小青呢 因為小青會逼得佛洛 一定要帶一個清醒 那我不帶清醒的下場呢 就是 也覺得被小青直接 直接 直接 墊在牆上 然後 一波 爆炸 那 這樣就算了 帶了清醒 我還要注意我沒有清醒的時候 遇到小青 該怎麼辦 佛洛倫呢 在跟小青 打的情況下 只能在一個空曠處 空曠處硬打 才有機會 佛洛倫絕對是屌虐 那 如果我們預設立場 是這個小青 他是聰明的 所以不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那當然 你對自己佛洛倫 操作非常有把握 你肯定也會有 打爆那種 把你貼在牆上的小青 直接開清醒 解掉 花爛啊 那我也有這種時候 但有時候呢 前期四等 那一波 沒有打好 或是一等被他 龍奧什麼的 直接被小青殺了一次之後 後面經濟被 拉開 那我們就會一直被 小青佔據優勢 所以如果你不想 玩佛洛倫啊 或是 不會玩 你覺得佛洛倫太難了 你可以把小青練到機制 你就可以免除掉 欸 佛洛這個麻煩 佛洛不喜歡愛里 他有一個理由是 愛里的靈活性太高了 當然佛洛相較於愛里 又沒有那麼靈活 所以在打起來的時候 如果空掉一招啊 很容易就被 愛里玩到死 或是打殘 失去戰鬥能力 但遇到愛里 只能求你的花 不要丟歪 或是你的接技呢 不要失誤 或是後期要更小心 因為 愛里出完王者呢 真的狙擊八通 我真的講 真的狙擊八通 沒有辦法 你後期遇到愛里 他想 墮你就墮 你想跑就跑 這兩個角色呢 就是很 吃 我覺得他們是誤開 互怕 真的是互怕 因為 玩得好佛洛也有機會 把愛里給滑爛嘛 那 玩得好愛里也有機會 把佛洛堕爛 所以 這樣子呢 我覺得是誤開啊 就是 互怕這樣子 再來是安格烈 那這個角色 比較特別一點 他基本上 我玩佛洛啊 遇到四等前 我都沒有煩惱 但四等以後呢 我最怕 他一個手手飛過來 那這個 轉一下 頭破了 再來勒 就開始騎馬架 我 然後 我就算要硬滑他也沒有用 因為這角色太頑固了 他沒有辦法打死 你知道嗎 就是在這個前期的情況是沒有辦法打死他 但論整體性呢 我還是比較喜歡佛洛一點 因為後期帶線什麼的 安格烈其實是 蠻危險的 就是他 沒有那麼好帶線 我還是會告訴你們 會玩安格烈 真的是 著實會讓我有點不舒服 那再來是 埃羅 埃羅的前期呢 太暴力了 後期帶線 其實 還好 但我只要前期一個空花 基本上我就會被他宰 那在出拘魂以前呢 都不太好對付他 出了以後呢 就會好對付多了 以上這幾個角色 你們要特別注意一下 尤其是埃羅 請你們特別注意他的前期 我也有被他一直前期單殺過 太痛了 那喜歡這些 凱撒路對抗關係的系列呢 可以幫我按讚讚 3000讚 揮香好 我們就繼續往下一步去 以上就是 今天的凱撒路客室關係 因為這個篇幅太長了 我怕有些人沒有太輕看完 我要把這些細節的東西 把它寫出來 也要花蠻多時間的 所以我就會慢慢的 慢慢的把它 講完講完 給我一點鼓勵好不好 給牛叔叔一點 創作動力 那我們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那大家下次見啦 掰掰 拜拜 by bwd6